请收看 维新世界 王蝉老祖玄妙真经 王蝉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都在学习善解 学习慢慢的站在对方 他的想法为什么有这一种的行为 受身处地去了解 哦 原来是这样 这个也是修行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玄师同学们 你们都对某一个人讲一件事情 你就用另一个方向 受身处地 自知于死地去恶解 这种很可怜 要学习善解 那的话你会很快乐 所以在这里顺带勉励 各位贤士同修 也勉励我们当下年桌上 三届万年文 你们在过去 在人世间的时候 有我们的瘦身身体 对亲朋好友家人的恶解 现在死了 你们也没有身体了 你们也没有办法 去更进一步 来解脱 所以在灵魂界 也要反省忏悔 所以我们人死了 的时候 做妻 头妻中到第七个妻 每个妻 都是要反省忏悔 那我们身为子女的最好的方法 你自己每七天 你都准备香花果 栽串 祭拜 自己的家人 以外 你要练一部 阿弥陀经 因为我们都从 希望极乐世界 来到世间的 我们要回去 要记得回去 放下世间的仇恨 赶快回到极乐世界去 是自己的家 而且要反省 要忏悔 过去所造的一切的恶业 这个是修行的 必须要的智慧 所以善解 非常重要 总归一心 就是善恋 一心就是善恋 就开启头 善着身体如春 景象皆宜 我们善人 善恋 景象如春 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 当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有各种无病病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反省 要反省 再反省 上天的天旨意 让我们生病了 躺在医院 不是在那边喊 是在那边喊 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 98年 我病了一场 在荣林总医院 住了 77天 那段时间 我很感恩 上天给我一个休息 在那边 让我从头到尾 来助我反省 我在医院里面 因为我知道生病的本源在哪里 就是要心灵的升华提升 所以在医院里 自己躺着 除了打针以外 吃药以外 那自己就要好好 反省 反省 往昔所造的各种恶业 贪啊 春啊 吃啊 等等 然后我们要 改正 不要再发生 我们要忏悔 我们要观想的 你过去被你伤害到的 被你做的事情没有圆满的 等等的 你要忏悔 难怪我在荣林总医院 变成77天 一般的49天 就要忏悔完了 结果让我77天 也是49 7749嘛 也是49 但是77天 将我从小到大 然后到修道 修道以后 结了这么多的法源 善源 我哪里有服务不周到喽 我有不懂的 没有办法帮人排解喽 或是讲话讲错了 或是我的表达方式不对了 或者有人误会了 我知道了 我一定在 一并忏悔 所以我住在医院里面 77天 是在忏悔 虽然打了 抗生素一两百只 出来了两脚花卵 两脚花卵四小时 有没有忏悔 最重要 有没有还行 最重要啊 所以各位 我们大家趁着还没有生病以前 赶快 有时间每天去还行 每天晚上回到家里 那天晚上还没睡觉以前 你还行今天做的事情 有没有做好 做不好咯 赶快自己笔记起来 明天把糖圆满 你一定会很快乐 这是一定的道理啊 恶者如东啊 警惡尽雕 我们恶恋 恶行为的人 那就好像冬天嘛 脸兽 也是充满的 不安 他的身体 气血 也就是 都是没有 生机 所以 你可以看出这个的 善人与恶人 善人脸兽光芒 恶人脸兽黑暗 那些各种的表现都很清楚啊 心正 心正而静 心 我们的念头 你此时此道 坚持 你的善念的时候 你一定心会很静 你看佛菩萨 他的相 你看他心里 你看到心 你看到就有一种欢喜心 那表示说心很静 你心要正 怎么正 善嘛 从善至恶 就是我们的人生最大课题 那么你怎么样知道 善与不善 这个课题很深的课题 所以王产老祖开示 我们要用《易经》 叫大家学《易经》 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你要心安 要安心 安心你怎么安 大家来学《易经》啦 看多了 若是各位十王善知识 你们要了解 这个 学《易经》的功德有多少呢 你们可以看我们微信电视台 微信正道 或用心看台湾 或是 书父所讲的很多的真理 当你要决定这些事情 对也不对 可也不可 你一定要用《易经》 不然 你会 好 商人已无形 到最后 就够我们忏悔了啦 所以我希望 各位社会大众们 我们在全台湾各地都在开课 我们的法师 讲师很慈悲 陪 三更半夜陪着 各位 将 事情做了没有错误的时候 你才能静 不然 绝对静不了啊 曾经有一位信徒 去问一位修行的人 修行的人 你心都不静才会这样啊 很简单啊 他问这个修行人 我怎么样才能静啊 打坐啊 怎么办啊 孩子明天要考试了啦 晚上要他补习啊 孩子明天要租错了 我没有钱给他租错了 明天再不顺乱 修行人 哎呀那不要想 不想你就想了啦 哦 所以这一位 啊 我们的信徒啊 他对修復所讲的 当然都很好 但是找不到一条路 你怎么安心啊 心不安嘛 所以要安心 一定要有法 你没有法 安不了心 心里就不安 你就静不了 哦 很简单的道理 好 好 我们再来 武器草原 武器 金木水火土的武器 但是金木水火土 是无形无相的武器 我们这个武器 我们这个武器 叫做武印 武器 也是 N R B 3 神 1 123 4 5 你5种 NOP是所感触到的 啊 视为这个气 气 气 气和这个气 不一样 不等 不等于这个气 这是流通的气 这是流通的气 这气是能量 在脑海 在心灵 所反映出来 你不可说的 这个能量 武器草原 原是什么 心安的境界 所以我们在 这次九九华会 就有 我们的 护魔棒 宋伯长青护魔棒 契成起来 堆成一个宝塔 灵山宝塔 人人有个灵山塔 灵山塔下好修行 灵山塔下哪里修行 眼耳鼻舌身 而眼耳鼻舌身 所造成的 这个灵山宝塔 松木 棒里面 就是 所写的 就各位的烦恼 消灾化解 所以 堆积起来 成为一个宝塔 那这灵山宝塔 灵山宝塔 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 所修行 有正知正见 所灵际起来 一座 我们的灵性宝塔 虽然我们看到小小的一座 但是 里面 法义 是 无量 无边 希望各位 我们闲事同修们 你们要了解 武器草原 不是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 潮不了圆 而是 恩耳鼻舌身 你所感触到 回归到自己的心 好了 好 再来 病从 病患 无从 以化 你 你有正确的修行 那病患 病不是只有身体的病 思想的病 念头的病 就不会发生了 所以 你要看一件事情 对 不对 你没有办法去判断 用疫经 学疫经 你就可以了了分明 你用疫经 你就可以屈极逼凶 肯定有人 一直说 哎呀 困难参失 真是外道 你只有把 好的人走 坏的都不接受 那为什么要接受坏的 我问他为什么要接受坏的 你就不慈悲 我问你什么叫慈悲 你把人脱了 债务脱了一大堆了 你还装着 我衣服修行的人 还怎么慈悲啊 等一下 老师啊 不要讲这么不好听好不好 我什么不好听 我讲的很好听 我面子已经顾你很多了 你跟他脱了一大堆 我怎么不晓得 哦 那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啊 我不告诉你 你这次以为是 你把古宋先前 七千三百五十年的 祖宗的智慧 中华文化的 道童 易经的 圣人的智慧 你把它看成 那么肤浅 你以为你是怎么样 你来到时间走一趟 到处 拖累别人 然而把自己穿了一身 好像很慈悲 慈眉善目的 骗人啊 骗不了良心啊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建立在 我们建立在 问心无愧的状态 你才能武器朝圆啦 尤其我们耳朵所听到的事情 太多太多了 你自己要有主宰 你自己没有主宰的话 我告诉各位 你每天 三餐都棍着人在走 没有自己的组建 那怎么叫朝圆 不可能 所以我们 要用学医经 你才能够真正进入武器朝圆 曾经 有一位我们信徒啊 他拿到一切药来嘛 那药单啊 他哎呀 老师啊 这个是一百种的药 这个 吃了 会长生不老 快戏啊 长生不老 朋友开给我了咧 他从 在清朝 皇帝里面的御医 开出来的 流传出来了 我说请问 清朝哪一个皇帝长寿 没有几十岁就死翘翘 哦 我都一直 哦 什么御医 你说御医要搞一些呢 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死翘翘 皇帝都被弄了 七七残残 社狱 你不休 你裹什么药 我怎么 我把它裹裹给你看 卦中 连一点天衣 就祖孙鸟也没有啦 没有天衣 官鬼窑 又那么旺 夹了保虚的啦 他就不以为然啦 他老师啊 舒服啊 这个我相信清朝的医 我说好 你相信你都自由 你回去你去贴 这贴贴贴了十八万 十八万 后来浸 浸浸的呢 泡了一年 每天都要想 想那一罐的 永远就好吃 你吃 我告诉你 这一罐你吃下去 你会中风 你掛中 没有天衣嘛 已经清清楚楚了 嘿嘿 要开啊 好高兴喔 嘿呀 老师 再过两天 我只要要开那罐吃 哈哈 我很高兴 你很快就会死掉 如果你怎么这么讲 修行人怎么讲话那么堵 我告诉你 我是讲真话 不是在逢场 啊 啊 结果再两天 哦 他叫好多朋友 就一起来 哦 要享受 结果八个朋友来 夹夹七个中毒 一个没有中毒 就在那边走到皮皮刺 刺到那边也去上医院 后来八个都中毒 很简单嘛 哎呦 我心念 心念 要了解人的身体的结构 不是我们世间人所看的那么肤权 人家在西医 和中医师经过考试及格了 啊 国家鉴定了 国家是代表天 政府代表天 鉴定了 肯定了 要放 结果 试验结果 援救的结果 对人有意 吃了就没有问题 你个人家的凭空想象 啊 行 好 一百种 一个一个加起来是两 二 二再加三 不是十 不是五耶 变化多端嘛 变化多端嘛 所以各位我们要有智慧啦 五七草原 好 回归到 心安的境界 好 你就不会受 世间的各种的 啊 劫难 磨难 而 动我们的心 心不正 慌恶 就来 灵 就不安了啦 祝福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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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你将同心 同传归心 世界尽